记者洪素京台北报导 徐乃琳和唐从圣日前报发出乃从直乱 引起大众沸腾讨论 今唐从圣和郭子干录制TVBS 小燕有约唱韩人际关系 据联合报报导 唐从圣夏月将和徐乃琳将在企业尾牙正面交锋 更卖管子说舞台上也许重演那段 但弓手交换才有趣味 唐从圣和郭子干上节目谈人际关系TVBS提供 录制节目过程中张小燕透露徐乃琳曾为此事落泪 徐乃琳说新闻出来后第三天 老婆写简讯告诉我 女儿看了新闻难过 徐乃琳因脱泪到家人而落下男儿泪 只讲其实我很感谢发生这事 我像醒过来似的学了一课 唐从圣更说两人通了电话后言归于好 徐乃琳也问愿不愿意在一个活动上同台 但是自己刚好瞧不出时间 所以没成 唐从圣表示和徐乃琳叹好 透露会同台TVBS提供 唐从圣透露最近一个私人企业找他做伟牙 对方也提出和徐乃琳同台的想法 我打给他 结果时间上调好了 就决定合作了 徐乃琳今开路中天碰碰发财星表示 对都谈好了 下个月底我们早就没事了